偷盗的夜宝 在现代混乱的社会中 每个人都在为生活而努力竞争着 在袭来攘网中 追寻着那份属于自己的梦想 但有时因贪婪之心 而去占有别人的东西 不管是以什么方式获得 都是属于偷盗的行为 就是任何属于他人所有 未经物足的许可而占为己有 这就触犯了五节中的第二条 偷盗罪 将未经物足许可的东西 占为己有 有很多种类和特征 分别为 一 偷盗财物 在物足不知不见的情况下 取走财物 占为己有 有三个特征 就是在物足不注意的情况下 将东西拿走 称之为偷 在无人时 在无人时进入屋内将东西取走 称之为窃 称之为窃 翘或砖 使用权势进行威逼 使物足吃惊 害怕 而情愿交出财物 在现今称之为结 四 掠夺 两个人以上拿着武器 去恐吓他人将财富 解走 称为掠夺 五 贸用 就是援引证据 伪证 来抵消他人的所有权 例如土地等等 而本身并不是主人 六 贪污 明知是他人的财富 还用计谋去占为己有 这些财富 大多是物足托管的 例如欺诈保管之物 欺诈土地等等 七 欺骗 就是利用巧言 让人悟信 然后将财富取走 八 诈骗 利用诡计 使人产生悟信 然后将财富取走 例如在磅秤中做手脚 偷经减两等等 九 卫造 就是制造或假冒的东西 以假乱针 例如假钞票等等 十 抵赖 窃取他人的财物不归还 强占为己有 例如借贷不还等等 十一 舞弊 故意使用手段欺骗 以获取利益的行为 例如收取房租费之后 只给屋主一点点 十二 调包 偷偷将自己不好的东西 与对方有价值的东西兑换 十三 走私 逃漏税或非法买卖伪净品 例如非法贸易 走私酒等等 十四 私吞 就是清吞他人被没收的财产 挪用税收 清吞申请破产的财富 利用权势将财富贪污 占为己有 以上这些行为 虽然不是直接将他人财富 占为己有 但也有间接涉及的行为 在持守不偷盗戒方面 就是持戒不清静 就是给予失误 支持盗贼 或在知情之下 购买不易之财 十五 卫装 以不真诚的行为 去结交对方 目的是想要得到他的财富 当他没钱时就离弃 十六 受贿 拿人财物帮他做坏事 使其他人痛苦 十七 毁坏 毁损他人的财物 而并非占为己有 例如毁坏他人的庄稼 或烧他人的房子等等 十八 强取 逾越亲密的权限 例如 儿孙没有经过父母 或爷爷奶奶的同意 而将东西取走 或是取走的东西 超过亲友允许的量 具足以下五个条件 即构成犯偷盗罪 分别为 一 财物有主人 二 明知为他人所有 三 蓄意偷盗财物 四 动手去偷取财物 五 动手而得到财物 综合上述 构成反偷盗罪的因素 在于是否意图得到他人的财富 或强行将他人的东西 占为己有 如果具备以上所述的五个条件 就被视为犯了第二条件 至于 所受的业报 是重或轻 就要由以下的条件来决定了 一 如果财物价值多 罪恶就重 如果财物价值少 罪恶就少 二 取决于财物主人的品德 如果品德高 罪恶就重 三 取决于付出的努力 若付出的多 取得财物 那么罪恶就重 若付出的少 则罪恶较少 违反了偷盗戒的人 在灵命中时 会看见自己曾经造作恶业的影像 内心浑浊 不明亮 往生之后 会转世到地狱 如以下的例子 曾经贪污公款的人 往生后 就会被狱卒捉住 放进巨大的钱袋中 把袋口绑紧 不让他逃走 之后再使劲地 将钱袋往地上摔 如此来回反复地折磨 最后 袋中的地狱众生与钱 会被扎得粉碎 并且要经历无数次的生死 方可效益 那些欺诈他人土地 占为己有的人 转世为地狱众生后 就会被大片炙热的土地 压得全身粉碎 且要受到的痛苦将不计其数 那些受惠之人 往生后 会被狱卒用锋利的刀 切开肚子 一直切到脊椎骨 之后 狱卒会将类似 硬币扁圆形的炙热铁块 塞满地狱众生的肚子 而那些炙热的铁块 会燃烧起来 痛苦不堪 在最后 则会化成一滩血水 在地狱中消完罪业之后 再转世为恶鬼 体型如一座炙热的大山 只有两只脚 站立支撑者 这就是生前偷取 生人物品的报应 那些曾经偷取生人食物的恶鬼 当业力消减 就会变成十份鬼 当恶鬼的罪业消完之后 再转世为喜欢吸食血水的取从 时间会极其地长久 罪业消完后 罪业消完后才转世为人 这会变成贫苦之人 得不到想要的财富 做任何生意都容易被欺诈 财产会因各种灾害而遭到损失 例如火灾 水灾 风暴 盗费等 同时还会患下神经性疾病 如瘫痪等 是因为生前喜欢恐吓取材 使他人受到惊吓的报应 因此当我们了解 犯第二条偷到借的报应后 就必须停止上述所提到的血液 然后转为正业 以诚信谋生 不损害他人 使他人深受痛苦 要以正当的方式 维护自己与他人的财富安全 让整个社会幸福和谐 从今生至来世 直到正入究竟涅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